到一个段落 接下来紧接着登场的是第三段的主秀 活力高雄 我们这里要让全世界来认识高雄 认识台湾 了解我们这一次在世界运动会 如何展现台湾的友谊 以及台湾的生命力 现在在场中央我们看到了一个帐篷 奇怪了 为什么会有帐篷呢 就是这个超马好手林毅杰 他从帐篷当中钻了出来 因为他挑战了许多寒末 北极等等 所以他要带领我们 象征我们这个不屈不扰的精神 现场也响起了热门的掌声 林毅杰这个超马好手 他在海南的冰山前面 他会跑入场馆 灯光上看到的是40辆的自行车 穿越这个场馆 要和林毅杰一起带着大家 让全世界认识台湾的所在 台湾的位置 以及台湾的美丽的风貌 现场的这个大型投影 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地球 藉由这个40位时间大学的学生 骑着单车好像在环绕 还着地球还着台湾 最后跟着林毅杰的脚步 我们一起来认识台湾在哪里 高雄在哪里 我们知道林毅杰跑过了相当多的地方 穿越了高山 穿越了沙漠 穿越了极力寒冷的气候 那么在他众多穿越跑步的路程 虽然这一小段在高雄市云的主场馆里面 跑起来算是最轻松的平坦的地方 但是却最能够象征着带领我们台湾 让全世界看到我们不屈不脑的精神 林毅杰跟着这个箭头跑 跑向哪里呢 跑向了台湾的高雄 对 绕过了台湾岛一圈 现在跑到了目的地 就是要绕向高雄 现在林毅杰跟所有的 这些自行车的学生们的一起 跑到了就是现在的 市运会的开幕主场馆 在林毅杰跑到了市运会的主场馆之后呢 接下来就是由这个新传打击乐团 以及吉他手郑雨晨的一个演出 其实打击乐我们知道 打击乐它向上就是一个力量的一个展现嘛 节奏跟力量 其实高雄呢 它也从一个工业的这个都市 慢慢地退遍到了现在 我们所看到的浪漫太阳的高雄 而且我们知道这个 世界运动会的比赛项目呢 它其实充满了现代 充满了火力 充满了现代人所需要的运动的元素 那么透过这个打击乐的表演 我们可以看到慢慢地这样 表演节目带向林毅波的 大家所关注的焦点 就是火力台湾 火力高雄 怎么样来展现